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学霸每次考试都拿第一 原来是女同学们的功劳 他们把答案写在腿上的电影《宠物笑花》 某日,玩世数百人离奇失踪 与此同时,一款宠物精灵球的游戏在这个城市中风靡 学渣张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坏学生 在一次考试中,他发现同桌养血身体不舒服 也要强撑着参加考试 他直接打报告告诉了老师 之后闲着无视的张志也打报告去洗手间 他走到走廊时,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班上的王思杰示意一下左边女同学 那位女同学就主动撩开裙子 露出写在大腿上的答案 他又喊下前桌,前桌主动撩开衣服 露出答案给他抄 当然了,他的同桌也是这样 反正,整个教室的大多数同学都在配合他作弊 每个人的手臂上都有着类似倒计时的东西 把张志看得一愣一愣的 之后张志看到了一只凤凰 拿起手机疯狂对其拍照 凤凰又飞到了女厕所 这个时候刚刚上完厕所的杨雪刚好出来 张志给凤凰拍照时 把杨雪也拍了进去 诡异的是,这次拍照之后 杨雪和凤凰都消失了 只留下一个光溜溜的蛋 张志只能将蛋带回家 之后这个蛋越变越大 最后把杨雪孵化出来 杨雪一见到张志就喊主人 原来张志正在玩宠物精灵球的游戏 他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游戏可以抓活人 在之后的清理蛋清时 他也看到了杨雪手腕上的倒计时 意识到可能有时间限制 下午考试时 张志看到杨雪脖子上的符号 试探的问了下卷子让他抄一下 杨雪很果断的打报告汇报给老师 张志却松了一口气 终于正常了 下了考场 王思杰在实验室里摆弄他的蛋 这时张志来了 他认为王思杰靠这种手段考第一 他非常不齿 两人因此起了冲突 班主任也来了 王思杰因为有蛋同学的作证 所以班主任充分怀疑是张志威胁王思杰帮他作弊 张志得不到老师的相信非常气愤 但是杨雪相信张志 就在两人谈话时 一只银凤凰出现在杨雪身后 张志再次忘了 将杨雪派了进去 所以杨雪再次变成了蛋 回到家后张志让杨雪帮忙分析 理清思路后 张志觉得人变成蛋后 如果在孵化时被打碎 当事人可能会有危险 之后在洗漱间的张志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拍照会不会对死物有什么影响呢 他对着影子一拍 随即出现了一个黑衣张志 张志给黑衣下命令 让他替自己上课 并嘱咐他好好学习 做全班第一 与此同时 王思杰将自己小跟班张亦飞 变成了自己的宠物 然后让他在学校的墙壁上 用喷漆喷字 这个时候黑衣来了 将张亦飞再次拍成了蛋 还狠心地将其打碎 第二天喷漆被发现了 老师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张志干的 这时在垃圾桶的张亦飞也被发现了 所有人都看着张志 认为也是他做的 很快警察也来学校调查情况 监控里显示 这一切都是张志干的 很快警察就来到他家来抓捕张志 幸好王思杰及时赶到 将三位警察都变成了蛋 于是两人决定联手 一起对付黑衣 为此两人只能重新潜入学校 找张亦飞了解情况 有着八位蛋的帮忙 他俩顺利地潜入到了学校的保健室 可是因为提前破蛋 张亦飞失去了语言功能 在他的手舞足道的比划之下 王思杰终于明白 黑衣一出现 手机就会没有信号 原本两人计划一起对付黑衣 可是张志走丢了 王思杰倒霉地遇到了黑衣 被黑衣变成了蛋 这个时候张志也找到了黑衣 他质问黑衣 为什么不听从他的命令 黑衣狡辩说 他正在执行张志考第一的任务 只要把分数最高的去掉 张志自然就回第一 他认为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张志让黑衣去自首 黑衣不从 丢掉蛋转身就跑了 张志在追黑衣时 被他引到了警察这里 为了摆脱抓捕 张志将三名警察变成了蛋 而黑衣回到了学校 将目标定下 颁上排名第三的杨雪 虽然张志提前一步来到杨雪家中 但是根本打不赢黑衣 杨雪还是被黑衣抓走了 杨雪被黑衣带到一处 废弃的居民楼内 将其绑在椅子上 黑衣准备用电钻解决杨雪 这个时候张志来了 他想将黑衣变成蛋 却发现根本无效 两人只能进行肉搏 就在两人僵持之时 杨雪挣脱了绳子 在张志的指导下 杨雪将两人都拍了 转眼间三个月后 晚市科技学校以99%的升学率 考取全国各地大学 而当初的学渣张志 以全校倒数第一 逆袭到了年级第二名 张志骄傲地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说 当你坠落最低的时候 也是你开始起飞的时候 台下响起一片掌声 全片结束 假如你参加这个游戏 你最想拍谁呢 你最想拍摄